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昨天我们才给大家聊了意象应验的现象 那今天我们再给大家补充另一个意象 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河北某地出现密密麻麻的蛤蟆集体过马路的场面 这些蛤蟆的个头并不大,只有成年人的拇指盖大小 目测估计有上千只 蛤蟆上路的意象,汶川大地震爆发前 四川的某处街道上就出现过成片成片的蛤蟆 面对8月3福天,大雁南非,河北水沟鸭子排太极土 6月下雪,鱼儿集体调出水面,攻击鲍窝等意象 网友就问了,为什么现在各种意象不断上演 难道上天要向人们发出什么预警信息 有观察人士分析说,这些意象表明欠下累累血债的中共 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老天就要灭它了 或许不久将出现一尊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即中共解体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灾难 中共无预警泄洪,水灾多地,如今洪灾过后仍有大批民众无家可归 特别是河北一份文件曝光,显示补偿标准非常低 网民大骂中共没有人性 补偿标准低算什么呢? 中共要是有人性还会悄无声息泄洪,钻研有人的地方吗? 保定市一份被曝光的灾后补偿文件显示 受灾人员每天仅补偿30元,最多15天 遇难者家属只能领到2万元抚恤金 而房屋倒塌的最多每户赔偿4万元 田地绝收,每亩补贴9元 这份文件该由保定市发改委的公章 消息在网上曝光后呢,原来网友骂声一片 打发叫花子,一条人命才2万 台上的孽畜们,地狱都容不下你们的恶 有位网友问,2万现在应该能买一头驴了吧 要我说呀,2万能给马户最爱听的唱曲的幼鸟买个包包 人家国企中石油下属机构胡董事的小三 一个月还得8万多呢 所以有网友就说了,就这点琴怎么活呢 我记得给黑人留学生是一年10万,加一名半读 不好意思啊,这些网友你说少了 一年10万才起步,赔读3个不嫌多 还有网友反讽,能给钱就不错了 你还想和党讲价仨的 明明可以一分钱不给的,硬要给热烈盈眶啊 谢主隆恩吧,不给你能怎么着 网友们说的都对,人家党妈说给你了 但是呢,也可以上边说给了,下边就不给 谁能把中共这个最大的外来势力 中国的后妈怎么着呢 还有网友认为呢,中共各级官员在执行民生政策方面呢 向来是层层打折扣 保定当局规定的补偿虽然很低 但最好能否按这么低的不是人的标准执行 也都是未知数 比如政策中称啊 对房屋损坏的按损失价值进行赔偿 但一名保定灾民15日上传视频爆料 自己家的房子墙壁多处开裂,以成为防 但官方的房屋平屋人员兼呈,房子没问题,拒绝赔偿 官子两个口,他说没有就没有 规矩是他定的,检测是他负责的,结论是他给的 一言堂,你想说理 这是古今中外最大的黑色幽默 中共到底有多暖心呢 大家看看河北灾民收到的救灾物资就知道了 共产党送给农民的呢,是农药 网友嘲讽说呀,有农药就对了 后路都帮灾民想好了 视频里的农民说 大家看看呢,河北给的救灾物资是啥 是农药 农民的声音都是欲哭无泪啊 这跟以前皇上赐杯毒酒 三尺白铃,一把宝剑好像没啥两样 还有河北保定市,桌州市,码头村 当地民众曝光灾情求助情况 三四天才给每个灾民发五个小面包和几瓶水 六袋泡面 看看灾民被饿得直摸肚子 更可恨的是,为了掩盖真相 中共不让记者现场采访 不让灾民接触记者 万恶的中共啊 反正中共这个恶党呢,对待中国人民 烟不死的呢,就赐你农药 农药要不死的呢,就饿死你 中共邪党来到这个世界啊 好像除了祸祸这个世界 要把全中国的人都拉下地狱呢 也没干过其他的事 吉林省榆树市玉民乡的灾民 一日三餐,全是西州 有灾民说呀 昨天还是两碗咸菜 今天就一碗咸菜 旁边人说 昨天哪是一碗 就这点 再看看廊坊的灾民 跪求赔偿 灾民说 十天了 对灾民不闻不问 还打我们 还打我们 视频中的灾民跪在地上 拦截了一辆貌似政府人员乘坐的中发车 结果车上坐的不知道是多大的官下来了 那是指指点点横眉立木 没有一点同情老百姓的样子 个个是凶神恶煞 面对的呢 好像不是供养自己的中国纳税人 而是面对自己的奴才 还是那种对他们不服的奴才 中国人养的呢 不但是一堆白眼狼 更是一堆白眼恶狼 还有当地灾民呢 在网上说 自己所在村子的庄稼 淹水绝收 每亩地才赔偿九块钱 一场人祸过去 如果只能留下网上几句怨言 中国的灾难呢 就绝不会停止 而且会变本加厉 就像我们以前讲啊 如果铁链女的事情不解决呢 买卖妇女将会成为合法的勾当 如果唐山寺女孩的案件 不能公正判决呢 在中国没有一个女孩是安全的 而今天呢 如果你的家园 因中共偷偷泄洪被毁了 家庭支离破碎了 这些还不能被解决呢 那么中共国的土地上 就没有一处是安全的 其实呢 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 河北城市因中共当局泄洪被淹没 老百姓伤亡 损失惨重 而在东北粮藏黑龙江吉林省 沿河不少村庄 因当局泄洪惨遭灭顶之灾 目前呢 灾区道路和通讯中断 灾民只能自救 黑龙江牡丹江村民仁女时说 还在放水啊 没有人去救助 农村都是靠自己了 江边受灾严重 家都回不去了 路都被冲走了 好多房子被冲倒 家家户户都进水了 正如他所说 还在放水啊 说明水不是灾难的源头 放水的那个才是 此前呢 网上曝光大量视频显示 北京河北黑龙江多地泄洪 损失惨重 有的村庄呢 是淹到了屋顶 房子全部泡水毁坏 还有的山村房子全成废墟 村民尸骨难寻 许多网民感叹呢 对很多还活着的灾民来说 洪水退了 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桌州市窦庄镇受灾严重 村民近期虽然获得批准 可以回家收拾 但官方一直不肯到各家记录 水灾损失 百姓因此不敢清理 网上热传的一份 桌州受灾信息收集表格显示 需要填写呢 是否是党员 是否为两委干部 村民代表 两委干部家属 是否为公职人员 有无上访记录 有无犯罪前科 预估受灾安抚难度等 这哪是受灾信息表啊 这是维稳强度预估表格啊 网友留言说 有了上访记录 是不是不给补贴了 提前划分危险等级 用意实现精准维稳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打压异己和上访者 这些网友呢 都是看明白的人 不知道拿着这份 受灾信息收集表的人 有没有看懂 这个政权的邪恶 与此同时呢 北京红十字会北街 在六月的一项活动中 94名志愿者去灾区 送出维稳金4000块 报销时速费2.7万元 网民就质问了 维稳金4000元 说明活动规模不大呀 为什么餐饮住宿的活动开支 比维稳费还高呢 这还不明白吗 高高在上的红十字会 是花钱去看景了 顺便扔些小钱给当地的 被他们视为乞丐刁民的 中国老百姓 借此彰显一下 中共体制内 这些以嗜血为生的 寄生虫们的所谓善心 网上呢 近日曝出了中共权力部门 各种奇奇怪怪的罚款方式 惹的是民怨沸腾 官民矛盾不断激化 有网民表示啊 共产党早晚把自己玩死 其实中共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玩死 顺便呢 再拉上全中国的人做垫背 所以中国人呢 千万不要对中共玩死自己 无动于衷 无论中共做什么 受伤的永远是中国老百姓 据曝光视频显示呢 8月15日 江苏南通东造农贸市场 管理人员要求摊贩卖的菜 必须是田里种出来的 自己家种的菜不能卖 视频中的一女性摊贩就说了 老乡都评评理好 这个摊位上你说我有几个菜 自家种的也不能卖 他规定你能卖就能卖 不能卖就不能卖 这些菜哪样不是田里种出来的呢 自家的地不是地 自家的田不是田 这真是个黑白颠倒的罗刹国呀 网友纷纷表示 有权了就可以刁难人了 啥权呢 三根鸡毛当零剑啊 共产党还这样搞 不搞死老百姓都不算的 共产党早晚把自己玩死 8月15日呢 有网友爆料 有交警在路上 不仅查摩托车驾驶者 是否戴头盔 有没有驾驶证 车牌照 还用万能表查电压 一群网友纷纷惊叹呢 抢劫都抢的这么专业呀 是酒才就无处可逃 不给人民活路啊 共产党给人民活路 让人民活 共产党就得死 所以你们猜 中共这个邪灵会选择 让百姓活 还是让自己活呢 8月14日呢 还有网友爆料 在海南省海口市 有一男子骑自行车 却被交警拦下测酒精 并判定此人酒驾 该男子就质问了 我骑自行车 我喝酒怎么了 没怎么 你激动了 面对此怪象呢 网友不讽刺的说呀 下次酒后还不能行路了 找代价帮你走路 在地上爬都算酒爬 地上睡觉也算酒睡 这不是茶酒驾 是赤裸裸的抢劫 共匪穷疯了 没啥 政府穷那时候 你呼吸了都可以搞你钱 中国进入到伟大的大罚款时代 大家知道哈 那中共这些 无所不在的滥用权力 早就令官民矛盾不断激化了 比如在四月份呢 扬州就发生一起城管 差点被溺死 而且被围观的时间 据多家路媒报道呢 今年四月三十日 扬州一辆编号为 0292的城管车 在行驶过程中啊 冲过护栏 不小心就掉进河里了 车辆瞬间被淹没 三名城管 凭借平时奏小商小贩练旧的 敏捷的身手 爬出车子 站在车顶 焦急的等待救援 然而呢 围观的人很多 却无人施救 任凭三人是如何呐喊 大家始终是无动于衷 后来有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 怕城管溺水 在众人的反对下呢 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才使这三人获救 其实呢 这也是上天给这三个城管 一个反思的机会 为啥没人救你们 心里没点数吗 事后呢 警察询问大家 为什么不救人 为什么不报警 还训斥他们冷漠 然而围观群众表示啊 我没有救人证啊 我没有下核证啊 我不敢去救人呢 我怕他们上来罚款 那更有人就质疑了 他们是不是酒家 还有人嘲讽啊 是不是河里的鱼 沾到摆摊了 中共的警察 还去质问围观群众 训斥围观群众冷漠 你们应该质问的是 中共这个恶魔 中共创造出的城管 作为黑社会的打手 平时无恶不作欺压百姓 在百姓中呢 早就是民怨沸腾 可是中共国没有法律啊 没有人会去帮助老百姓 制裁这些政府专门打造的 欺压百姓的坏人 所以对百姓来讲 这几个城管真要溺水了 那就叫天治 而且中共的法律 邪恶到对好人进行打压和污蔑 没有人愿意成为下一个朋友 城管也好 见死不救也好 这都是因为中共故意在群众中 制造敌我矛盾造成的 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其邪恶的统治 中共这个恶魔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让中国社会人的道德迅速下滑 最终才导致了底层互害模式的产生 在这场围观中啊 没有一方是善良的 而中共就是那个 让中国人失去善良的根源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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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ação mea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